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加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1999年1月2日,安徽九华身上的通汇产礼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日子。 这天下午三点左右,比丘尼私上发誓,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仁义势态的坐钢。 看见已经元气三年的师太,安安稳稳坐在钢里,她的头发长出寸余,牙齿网好,皮肤还有弹性,面上也保持着元气时的微笑,而女性特征已全部消失。 与当初入钢时相比,手势稍有变化,右手提高并做出了粘针种,仁义师太竟真的修成了肉身菩萨,她也成为了佛教时尚唯一一位女性肉身菩萨。 仁义师太出生在1911年的沈阳,她的俗名叫江苏明,由于家境富裕,她从小到大都接受着良好的教育,家人想将她培养成蒙蒙而哑的千金小姐,她却喜欢到寺庙里听和尚诵经。 后来,她出嫁到吉林通化,抗日战争期间,丈夫病逝,丈夫家人对她非常冷漠,心灰意冷的她终于在1940年替罚出嫁了。 1942年,仁义师太进入沈阳中医学院学习了四年医学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她又远赴朝鲜前线,成为了一名军医。 1953年,仁义师太回国后,被安排在通化206医院,一直到1982年,71岁的仁义师太,才重返武台山休息。 一年后,她朝理九华山,发现了通会禅林,并决定居住在此,并用尽自己的积蓄,重修通会禅林,振兴到场。 当时回来,我们认为她是养老来了,实际上不是,她是自知识自,她时间已到,她要往生了。 1995年11月28日,84岁的仁义师太,在通会禅林园记,三年后,肉身不服,修成了肉身菩萨。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,万里皇帝更是懒得出奇,当了48年皇帝,30年都不上朝。 结果,专家打开灵幕后,才知道她有个大大的苦衷。